全球疫情大爆炸的同時 英國跟美國事實上12月都要打疫苗 那請教李批 他們打得好像不一樣 一樣 都輝瑞嗎 對 都輝瑞 就是英國首先是全世界第一個批准說 那個輝瑞疫苗授權使用 然後美國現在還在審核之中 為什麼不是先莫德納 莫德納不是告訴大家一個更高的有效率 高達94%嗎 問題他就是要整理他的數據資料 然後做分析以後才能夠去申請核可 這有一定的程序 那可能輝瑞那個動作比較快吧 他臨場試驗好像也是比較快解封 事實上他已經有點延遲了 他說本來是20幾個感染者就要解封了 後來好像有點故意就延到60幾個才解封 因為他不要在川普進行前就開始公布這個結果 好 那不管怎麼樣他是動作最快的 這個就是他們這個RNA疫苗的優點 莫德納跟輝瑞他都是RNA疫苗 RNA疫苗的話就是可以大量製造 短時間之內大量製造 然後他那個製造速度會很快 那英國可能也是因為他疫情太嚴重 所以非常期望這個疫苗能夠馬上上市 那所以就是很快的就授權他緊急使用了 所以以一般疫苗的那個標準來講 這個大概是比較這個叫做他不是真的完全核可 因為他還沒有完全做完應該做的第三期臨床試驗 所以他就變成叫做緊急授權 這是不得已的 就在應付我們一個突發式疫情的時候 有一些比較可能不是那麼重要的一些 那個試驗的條件啊或者是試驗的報告啊 他可能就沒有那麼講究 那所以才可以這樣子很快的上市打 那我問你喔 那以這一次的這個發展來講 指揮中心陳時中部長今天講說 台灣最快明年的第三 大概三月份有可能施打第一批的疫苗 所以現在看起來台灣明年如果第一劑 如果三月份有機會開始施打的話 可能是什麼樣的疫苗 可能是一個新冠病毒疫苗 我們就是我們現在那個疫苗的那個 採購的方向是三大三個地方嘛 一個是可能會比較慢的國內疫苗產 國內疫苗產也是蠻努力的 我們該鼓勵他三家疫苗產都在弄 可是問題是他的第二三期 連體臨床試驗要結束 最快也可能要到明年中 所以明年前上半年是不會打到這個疫苗的 但是我們還是計完說 國外國外的疫苗供應有限的話 其他的其他的那個民眾可以打到我們國內的疫苗 他也是我看起來品質都是很好的 第二個就是說我們私下跟疫苗產師下去預定的 就是在他還沒有完成第二三期的臨床試驗報告之前 我們就負定金了這個是變成有投資有風險 資金有賺有賠也是這樣子的就是說你如果投資下去 他最後發現說這個疫苗失敗安全性不好或者有效性不好的話 這個是你的資金可能會取不回來的 那這個這種疫苗就滿便宜的 這個是另外一個方向 那我們現在所投資的疫苗呢 就是他最快就是明年的三四五月這個附近可能會出來 所以那是誰給的 誰哪一個要疫苗傳是 這個國家機密 指揮中心不講我也不好意思講 反正就是有我們有預定一個跟藥廠預定了很多的疫苗 它是很便宜的 不然因為它是投資 那再過來就是世衛組織有關的COVAX 那COVAX的話我們知道說他主要是想要幫助低收入國家 因為他們買不起疫苗 那所以他是讓我們比較有錢的國家去投資 投資以後他有跟幾個疫苗廠有合作關係 甚至有簽約 這些疫苗廠已經完成人體試驗授權使用的話 他就會把這個疫苗供應給事先有投資的國家 但是他供應量會很有限 他大概是只允許你 他有保證說他會給你10%人口的疫苗 10%而已 然後呢 可是第一期 他只供應你一部分 他會看你 你的人口量來估算你的醫護人員 他認為就是醫護跟防疫人員是第一線必須優先打的 大概就類似那個量 先給你就幾萬七的量給你 那你第一線的防疫已經有了一個免疫保護了 然後他就會開始趕快給那些低收入國家免費給的 那這個時程呢 也不是很確定 可是我們知道說 像輝瑞 還有像AZ 他們都已經跟COVAX簽約了 而這兩家公司呢 已經有初步的臨床試驗結果出來 如果他們獲得許可的話 COVAX就會先給這些已經投資的國家 那這個時間點可能在 也是在三四月五月的時候 時間點就是可能在明年的Q1到Q2之間 那所以說 我們如果從COVAX會獲得疫苗或者是從 我們已經預付訂金的疫苗獎得到疫苗 時間點大概都是三到五月這個時間 就等於明年的Q2第二劑 然後可能是陸續會有疫苗有機會到位 但是數量上一開始也並不大 所以台灣如果要打到我們前一段節目當中 討論到的群體免疫 或者比較大規模的施打 甚至進度 搞不好我們可以推測到明年下半年 才會比較有機會囉 對 那還有一個前提就是 那就是大家還要繼續防疫半年多囉 是 但是目前我們還是安居樂業 所以我們防疫 我們最大的那個悲痛 是不能出國禮物 這實在是蠻奢侈的一個悲痛 就是說我們只是不能夠出國禮物而已 事實上在國內是蠻安全的 那其實這邊還有變數 就到底後來新冠疫苗出來以後 接種率是多少 那如果接種率低的話 我們還是 你的防疫還是沒有辦法放鬆 另外還有一個變數就是說 如果國際間開始出現所謂的免疫護照 或疫苗護照的話 那是不是那些 不是優先接種對象的人 他想要出國 他想要打的時候 要怎麼去應付 你公費不可能給他 可是如果是對國家經濟 重要的商務旅行 說不定我們要考慮公費可以優先給 那是不是有智慧市場呢 這個裡面有很多變數 其實有些疫苗產 我知道說他又在考慮智慧市場 可是又看到說台灣的市場比較少 智慧市場你要進口一個量 至少要好幾百萬劑 如果好幾百萬劑的疫苗 他賣不完的話就虧 站在商業的利益上 智慧市場就是也會有很多投資的風險 所以未來其實有很多變數 那在明年我們還是希望說 大家對疫苗的安全性跟有效性 抱持一個科學的態度 要有一個對照的觀念 不要認為說打了疫苗 又出了什麼事都會怪罪疫苗 這樣可能說不定會讓我們失去 應該可以得到保障的人 就失去保障 那我也希望說疫苗的接種 可以讓全球的經濟復甦 也讓台灣的經濟也開始上升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消息 消息 消息